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阿N与阿N的频道 今日阿N与大家分享的粤剧名领是《靓小讽》 《靓小讽》原名叫做罗宿明,是顺德大良人 他大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去世 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他是著名粤剧演员 他初初学花弹行当,后来改为演小生 他擅长中版,被人称为中版王 接下来比较详细地介绍一下 《靓小讽》的生平 《靓小讽》据说,他的家庭是当地名门望族 他父亲相当喜爱音乐 经常以音乐开局会友 邀请一些盲眼的艺人去家里演唱 因此《靓小讽》也受到这个环境分土 十多岁就能唱乐曲和玩乐器 后来他更加一面在私属读书 一面向艺人学艺 因为他的长相身材合适 而他本身很仰慕千里区的艺术名望 于是乎他学演花弹行当来演戏 当时他取了一个艺名叫绍商讽 但很可惜人知什么原因 后来失了声 他的声音就不能再演花弹 唱不到花弹喉 于是乎他就改行当 改为演小生行当 跟着就更改艺名 艺名叫做靓少讽 之后不久靓少讽就应聘 去到新加坡演戏了 靓少讽的思想和性格是相对开放的 在这时他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的影响 于是他自编自演过 一套叫做 丁、丁、丑、废、岸等宣传社会改良的剧幕 一时声欲着起 他和当时也在新加坡演戏的马斯增 曾经在同一个戏班里演出 在演剧和演戏方面 都对马斯增有很大的帮助 回国之后 他就参加了周峰年戏班 演出 又曾经组织过感凤平戏班 但因为经营不善 负债累累 后来就得到千里区和白区荣 相助加盟 令祖二庆天班 在千里区的大力支持下 进行了班政多方面的改革 而二庆天班的经营 于是大有喜悉 靖少许演出的主要剧幕 有凤娇头水 梅之旅 漂泊黄酸 灑泪灑梅花 教子亦亲亦君王 无情了有情 苦育两青莲 莲花的莲 柳为迎首 残霞流月 器官尋舞 器官不是我们捐的器官 即是抛弃那个官位 不做官是去找她的妈妈 就叫做器官尋舞 群鞭蝶 三箭血 金连捷虎 生死远 白山湖 有相当多剧目 跟着还有 妾家何处是家 花落春归去 增得我眉匹马还 红粉众英雄 屈辱怨寿 小星雷影 血泪醉相云 逍遥十八年 二宝真香 鞭打鞭鸯 酷月浴残雄 二杰晴天 零落毛雨花 折虎四牌楼 陈影深香 碧血燕鸯 燕归人未归 痴未船弓 花心箭等等 至于靓笑讽的舞台活动 对著名乐剧艺术家 红线旅艺术上的成就和成名 产生过很大影响 在1940年夏天 红线旅跟随她的扣舞 她的扣舞是著名花旦何芙年 去到靓笑讽的金星剧团搭班 去广州湾 相当于现在的暂光市演出 演出的剧目是西商记 燕归人未归 花落春归去等等 这些靓笑讽擅长的小生戏 当时初登舞台的红线旅 在演出之中扮演宫旅梅香的角色 由1940年至1942年 红线旅三次跟随靓笑讽演出 此外她也根据《红线道合》这个故事 帮助红线旅 将艺名小燕雄 正式改名为红线旅 即是说初初红线旅的艺名是小燕雄 后来在四二年之后 领笑讽帮她改名为红线旅 在1941年7月和8月之间 领笑讽带着红线旅去上海演出 就是文武昕旅旅日 就是由领笑讽带着 正印花旦就是蝴蝶妹 担任第三发旦 已是将红线旅上海上成第三发旦 演出六角峰相時 负责跳罗山甲,演出《红楼梦》时, 《红线女》饰演薛宝钗, 这已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并且第一次用《红线女》艺名乘搭班演出, 1942年4月,《靓少讽》和《马思增》的剧团都在广州湾演出, 两个人在新加坡时,交情已相当好。 《红线女》看到《红线女》的形象和气质, 《马思增》都觉得大有发展的前途。 于是乎,文过《靓少讽》之后, 将《红线女》聘请到她所负责的太平剧团, 担任《第三花旦》。 自此之后,《红线女》和《马思增》 在抗战和《胜利》等剧团之中, 开始长期的艺术合作。 《红线女》后来也常常益及 她和《靓少讽》的合作时光, 她对于《靓少讽》的栽培和教导, 她也从来没有忘记过。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靓少讽》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如果还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好,拜拜,下条片再见。